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主持人林彦卿 我是主持人李寻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0.3 採用期的世界 今天我们要为你们讲 六个男人的故事 我们很少讲男人的故事 因为我们来都女人 所以我们常常讲 从女生的角度来谈事情 很难得 今天我们要谈男人的角度的故事 可是一样现场都是女人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林护理师 是 因为她曾经访问了六个男性 对 那这个六个男性 他们都各有一段 不同精彩的故事 是的 也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就先想问一下林护理师 你访问的这六个男人 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 那个 好 林护理师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打个招呼 好 两位主持人好 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护理师 好 林护理师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今天你来 是我们大家都有兴趣 要讲六个男人的故事 这六个男人的故事是 从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开始 而且你谈的都是男性 那男性到底有什么东西 让你这么有兴趣 想要谈他们的故事 自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外遇 包括媒体杂志 一周刊 其实他都会去追 就是有关男艺人的外遇 然后还有本身亲朋好友的朋友 其实今天也都会有外遇的一个情景 这是我想要就是去探讨的一个关系 也确实啦 包含我们现在 有一些的药员也都会有 对啊 而且不止只有演艺人员 是是 所以外遇说起来是非常普遍 是是 尤其是在男性 当然女性也不妨多让 不过今天还是针对在我们的男性 因为男性外遇的对象也可能 大部分都是女性 所以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 只是角度不同 从一个可能我们往往比较多是在谈 一个女生她的伴侣外遇了 然后她的整个全部的心路历程 我们很难得可以找得到自己本身外遇的人 来谈她这个外遇的背后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转变 是我们很难得可以理解的 好 好那林护理师就麻烦您告诉我们精彩的内容吧 精彩 在这六位的男性的故事当中 其实我发现 他们的情感移动的重要关键 然后就是跟配偶的亲密关系梳理 然后就是平常的互动 就是也很少 那连讲话其实都也很少 然后还有就是更不用说在新关系这方面 可能几个月一次或者是可能好几年都没有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 我也是想要就是与人互动 那还有再来就是还有我也有心欲 所以呢我也只能去外面找 好那其实那我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男生是一个就是话少 然后不会把心理话讲给别人听或者是给配偶听的人 但是因为我就是这六位的就是听他们的故事当中 我发现说其实他们就是去找外语对象 其实会把自己的心理话或者是压力 或者是一些家庭上遇到的问题 都会其实跟这个外语的对象说 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也是要出口 那就会觉得那就会认为说 那是不是自己的配偶是不是可以当他的出口 或者是自己的配偶可以跟他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 那他就是留在家里 或者是他跟家庭的部分 那或者是甚至是小孩是不是有很好的互动 那他就不会再就是把这些情感延伸到就是外语对象 就是我想要就是去探讨的部分 所以这是你刚开始的一个动机跟缘起了 好那接下来你的六位 我们就怎么去编排你的六位的人物的故事 帮我们介绍从第一个开始他的整个的故事情节 我们就一二三四五六好了 这样因为ABCD有时候很难记 我们就一二三四五六就这样子 然后不过我也觉得是不是因为有时候会担心有一些那个隐私或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林护理师其实在报告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可以依照你的状态 其实你可以自己互相混合在一起 不要让别人有好像觉得特别 然后就自己就就把他好像自己就套进了 然后就会觉得 哎我好像在某个电视或是某个媒体当中听到这个故事 是不是在讲你啊 我比较担心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混着 好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让我们听众会觉得 是不是在讲我的故事 感谢主持人是的确因为这些我这些六位的男性他其实都需要隐私 那他也不太想要就是我把他们的故事讲得太清楚 那谢谢主持人知道我的顾虑 那我就大概就是描述他们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男性他是在工作场合上 遇到了一个遇到一个他就是觉得他可以贪得来的一个女性 那他其实跟我讲说其实他们就是会聊聊天 然后就是聊工作上或者是聊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就是身体上的应该是说一个性关系的一个活动 那他觉得其实他这样他就觉得很愉快 我有当我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只当我在开心的时候 我有一个人就是可以跟我聊天我就很 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平常跟老婆没有在互动吗 他就说他我的老婆就是帮我照顾小孩子打理家里 那我也不太想要就是跟他说就是我有关就是有关我心情的问题 或者是我不想要我不太想要跟他示弱 因为觉得假如说我今天我是一个先生 那我是一家自主 如果我示弱的话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担当 就嘿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不太会跟他的老婆就是讲他的就是心理压力的这个问题 那我就问他说 我说那你平常就是会跟他互动就是会有牵手吗 就最简单的 他就说没有为什么牵手 我说蛤你们连牵手都不会 他说对啊 我说已经多久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很好奇 他就跟我讲说 哦多久了其实我也不太记得 可能以前交往的时候有 可是后来可能生小孩之后就完全没有了吧 我说那你现在还会想要牵他 我说他就说不会啊 为什么会想牵我们就是就是像老夫老妻这个样子 各过各的 对 连身体都是各过各的 嗯他说在身体的部分就是他如果就是有幸运 他还是会问他老婆 然后他老婆说OK他才OK 对我觉得这是个男生还就是尊重老婆的地方 因为其实很多男生他其实不太会尊重老婆 因为像我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男性朋友 他其实只要他有幸运 他其实就会跟他老婆要对 那他也是他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所以他老婆就顺着他 顺着他也不太能拒绝他 对但是他有说其实他老婆 他觉得他在跟他就是做爱的过程当中 所以他老婆是不太愿意的 对那这个第二个的这个第一个男性朋友 其实他老婆知道他有外遇吗 第二个男性他第一个 第一个男性朋友他是说他老婆不不晓得 对因为他就只有就是一个言语或者是 演义的互动这样子 没有就是性关系这方面 所以他不太能发现 因为他也是在工作场才会跟他有接触 这六个男性的原配应该刚刚您问的问题突然勾起我了好奇 这六个男性的原配大概多少人知道他的老公是外遇的 多少人知道大概有四位知道 超过一半 所以这一位第一个男性的 肌肤的接触其实都是极力避免的嘛 所以这个社会交代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好 所以第一个的男性我听起来是他在性的部分是没有移动 只是移动了情感 是 OK 这是非常典型的romantic的情感 对 这个其实也是跟外遇的研究差不多 外遇其实有两类 一类就是只有情感的外遇 但是有一类是情感加性关系 对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女生 其实应该算三类 有一类是纯粹是性关系的 对 性的 所以其实上次应该三类 有一类其实上次混合性跟情感 可是很有趣 女生从女生的角度来看 这三类当中最不能忍受的 竟然是情感的 对 这个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外遇的一个情况 其实还蛮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有趣性的 这个第一个就告诉我们 就是纯粹情感面的 是 OK 好 接下来的第二位 接下来第二位 他听他讲 他是纯属就是寻找刚才主持人说的 就是性关系 好 对 因为性 所以他就出去 他原本是他会喜欢去上历龙院 然后他原本是按摩 对 然后他有说到他后来就是 呃 会约这个小姐出去就是 就是 做爱这样子 但是他没有喜欢她 他是这样说 然后就是为了性需求而去就是去找这位小姐 嗯 这样子会像外遇吗 我觉得像性交易耶 是的 我觉得不太像外遇 因为我特定的场所找到的这一位等于工作人员嘛 嗯 然后我有性需求的时候我就会找他 他付钱吗 还是没付钱 他是说他没有付钱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觉得他应该是性交易 嗯 对 然后他是说他没有付钱 不用付钱 对 就是他跟这小姐 那小姐就是就是会跟他出来这样子 所以那个 这么有趣 是 所以本身小姐已经不卖了 就是已经不是从事交易的了 利用这男性的魅力让他说好 OK 我们不用付钱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性的关系存在 所以他对别人是收钱 呃 至于他有没有对别人收钱 我就不晓得 因为他是在里面是做唇按摩 对 是 那女生知道他不爱他只为性吗 女生 女生他有跟他这样讲 有跟女生很直接的这样讲 对 女生是OK的 是女生直接的 对 这个就是真的纯粹的炮友 是 Friends was benefit 这样子的一个炮友的关系 叫他们维持多久 他们维持多久 他是说可能一年一两年左右 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就有一两年的时光 没有很长 是 所以他后来又换人 还是就没有 他后来又他后来又换人的时候 是一定就是一个外遇对象 是真正的外遇对象 是也有感情的 就是有情感 就是加上性关系 对 那这个又有情感又加上性关系 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吸引力 吸引他又有情 然后又有性 然后这段的过程的岁月多长 他说这段过程的可能有十年左右 然后会跟他就是 会一直都联络是因为他们还是工作上的一个合作伙伴 因为在有一些的研究里面 就会谈到说 在情感移动的时候 其实有占了男性说的有七成的男人 他们事实上都没有跟情感移动的对象 断联络 什么 就是他们跟情感移动的对象都一直保持联络 是的 没有中断 是的 而且后面的时间都一直在延续 所以他其实您的意思说他有婚姻关系 可是同时间也有另外一个平行的关系 是同时间进行 而且时间很长对不对 然后他们不会断去联络 就是我跟你保证说我不会再有了 请你原谅我 虽然我这么说 可是事实上我还是会跟对方是有联络的 这样子的男性有70% 就是有外遇对象的男性 他们有70%是这样子说的 通时间两个的关系 或两个以上的关系 而且不太像说他就完全可以中断 这个关系 然后纯粹回到家庭 只有三成 只有三成 就是意思是说 在男性如果跟他的太太保证说 我一定会跟小三断了的时候 可是实际上 只有30%的男生会信守他的诺言 回到家 就是回来到安于第一段这个的关系里面 这是研究做出来的 大量的研究 这种研究 这种研究真的让女性 你知道正宫的女性觉得心情不好吗 对啊超不好的吧 你要看穿啊 你不好没有用啊 你要面对跟看穿 这这这 可是看穿还是会很痛苦 是的 因为对就是有 朋友他的先生就是外遇 对但是他其实一直都在痛苦 当中即便他看穿也看清他先生的这些外遇行为 但是他还是会觉得痛苦 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觉得痛苦 他就说因为我没有办法不爱他 我还是会期盼他回来这个家庭 然后他甚至就是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曾经去算命 算命他为了这个 为了他的婚姻然后去算命 算命的他就跟算命的讲说我先生的外遇 那什么时候他才会回头爱我 然后算命就跟他讲说 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天他就会回来 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好多故事 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好多故事 我是主持人宁卫青 我是主持人李寻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AM1089FM94.3长期的世界 今天我们有六个男人的故事 刚刚讲了两个 接下来我们就请林护理师再继续分享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护理师 然后你做了六个男人外遇 我做了六个男人外遇的故事 刚刚讲了两个 是的 刚刚在讲第三到第四了 好第三个男性朋友 他是经由就是网路玩游戏的时候 遇到了外遇对象 这个一定比较年轻 因为很玩网路游戏 是对 大概介于差不多二十几块三十左右 对只能这样说 是的 他们就是玩线上游戏 一开始一开始就是一起打怪啊 解任务之类的 他其实跟我讲说他没有想说他会外遇 是然后是后来是他跟这个玩游戏的对象 其实是想说就是认识朋友 那就是有出去见面 然后就是出去喝咖啡啊 然后是出去哪里玩 就是一直都是当朋友的一个阶段 那后来他们就是相处了差不多两个月三个月 他们才发现说他才发现说他跟这个外遇对象就是相处的就是非常的愉快 然后才发现说其实他爱上了这个外遇对象 那个时候他结婚多久 这时候他结婚多久 差不多八年 哦 所以他年轻就结婚了呢 对 非常年轻 对就结婚 然后八年之后 已经过了我们说的七年之痒 对是已经过了四年 对 他也想他也说其实他没有想说他会外遇 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在工作 那他 他说他他是其实从从事就是可能建筑这个行业 那他觉得他是出人 他也没有想说就是他会遇到一个就是 喜欢他的人爱上他的人 他是这样子跟我说 那他我那我就 问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平常就是 没有在跟就是老婆就是有在互动之类的这样 然后他就说完全没有 我就说完全没有 然后我就也很惊讶 我说老婆都去哪 他说老婆都不在家 因为我也在工作 我可能就是回 他说他从早上六点多出门到下午可能七八点回来 他老婆也不在家 我说那平常我就想说平常回去家里就是 吃饭洗衣服就是这些 你要怎么处理 他说我都自己来啊 他说因为老婆在家 所以我都这些我都会 我就是我也很惊讶 就是跌破我的眼镜 说平常男生其实在家 其实是不会做家事的人 然后这个男人其实 他就是全包这样子 然后说 然后他说他的老婆就是 就是会照顾小孩子 然后带小孩子 那他的老婆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在家里 可能就住在他的公公家这样子 住在他老婆的家 我就说那你们的互动 老婆住娘家 是的 然后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 去住 对我说那你们的关系真的好疏远 他就说对啊 所以他说他也不想要他回来 他也不想要他 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回来我们就是吵架 我就说蛤? 吵架? 反正他就说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会大小生 然后再来他回来就是只是要钱 就是领薪水的时候就会回来 就是要就是生活费啊 小孩子的交流费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就是老婆回来 他就觉得就是压力很大这样子 他说然后他平常就是 就是卸除压力的方式就是 喜欢玩线上游戏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去认识了这个女生 然后他就说其实 他没有想到说他会遇到一个就是 让他觉得就是过着很像一个 怎么样 年轻人的一个爱情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外遇对象就是 会带他去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会带他就是会约他出去旅游 一开始就是可能在他住的就是附近的风景区 然后后来之后就是圆道就是到外县寺 然后会带他去喝咖啡 然后也会跟他就是牵手 清嘴这样子 然后甚至就是一个性关系 他说其实就是他就是跟他老婆 其实不会有的互动 那其实还有聊天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女生 让这个你的访谈的对象觉得 他已经重新再被爱了 对 或是活着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我是一个活人 对 我不是一个工具 或是一个不受重视的 nobody 这样就对方让他感觉到 他是对爱的感觉 重新又再回来了 对 是的 这个很重要 他完全处于在浪漫期 是 非常开心 而且很幸福的感觉 是 因为他已经隔太久了 八年前才有这种经验 那时候谈恋爱 可是八年以后 重新又再回溫一下这种男恋爱的感觉 嗯 对 所以女方就跟他维持了您刚刚说的 差不多两年 两年 是 所以两年是他很完美的时间 对 后来呢 后来为什么没 不在一起呢 对 后来他没有讲得非常详细 他就说女方有他自己的梦想要 要去完成 然后因为他也觉得就是 他们的观念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女方就要求就是 要 分手 对 分手然后结束这段关系 嗯 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其实就是谈恋爱浪漫期 正好也符合了我们说的 浪漫期的那个两年左右 就 就所谓的激情会下降 然后另外 所以多巴胺会下降 催残树开始往上升 所以就两个人开始产生折瘍 可是问题是这两个没有办法 形成一种责任感的连结 因为他们有了一个 就是社会的这种婚姻关系 所以两个人之间这样子 他就会慢慢下降 所以蛮符合所有的研究的一个 现象 两年 好吧 所以他又回来他的婚姻里面吗 是 他又回来婚姻里面 但他有跟我说 他这次回来婚姻里面 其实他觉得他有一些改变 然后一开始他有跟我说到说 他就是跟老婆就是 其实 会有 就是会有言语暴力 就是会在那边互相买麻去 那其实他还有提到说 其实他对小孩子 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很凶的一个口气 然后他 他说他的婚姻对象 其实曾经有听到他跟太太 跟小孩子在电话里面对话 那他的婚姻对象 其实就跟他说 为什么你就是要对太太这么凶 那好 那太太就是对你凶 那你对他凶 这是一个 我们就是平常就是会有这个互动的反应 但是小孩子是无辜的 那你为什么要对小孩子那么凶 小孩子是会害怕的 那你其实是可以跟他好好说话的 而且就是听你的 听你跟你小孩子的互动的一个情形 其实你小孩子 其实也只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子 那其实你可以跟他好好说话 他也会比较接近 那他说 其实他的外遇对象 刚刚说了之后 他回去其实就有跟小孩子 就是好好的讲话 那就是 有的时候 其实出去玩的时候 他就是也会买一些小礼物给他的孩子 这样子 那他的孩子就是有跟他的互动 其实关系有就是有什么 他说 这是他其实在这个感情上 其实也是外面很大的一个收获 对太太方面 反而还没有改进 他说 就目前为止 他就是只是不会跟他破口大骂 就是听他大骂 听他大骂 然后他就选择就是沉默 对 对 就采取不同的策略看看 会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对 因为看得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 你访谈的这一个第三位的男性 他其实很想要做成一个 他外遇对象所欣赏的那种类型的男性 所以他会让自己改变那个行为 一边符合的那种形象 是 对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效果 是 外遇带来的效果 是 那第四位呢 那第四位呢 那第四位他 他是一个在眷村生活的男性朋友 那他说他的外遇对象是 他平常工作完之后 他都就是会跟朋友去小吃部 嗯小吃部 好 对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小吃部 就是认识了这个外遇对象 那其实之前就是 听到了这个男性朋友故事 那要对照就是这次疫情 万华区 就是有去访问就是 那边的就是 嗯 性工作者 那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就说 其实这些男生会来 是因为 其实他们想来这边找温暖 就是会去说他的故事 他需要人的关系 那我就想到 诶 就是想到跟我这个男性朋友做连结 那他也是就是因为 嗯跟 老婆就是不开心 然后就是 嗯 工作上压力大 那他就会去找就是这个 小吃部的这个外遇对象 然后 嗯 就会跟他聊天 然后就是甚至 他说他之前 平常不太会去逛街 那他上次会跟就是这个小吃部的 外遇对象去 会去逛街 这样子 然后就是也是会牵手 因为他平常其实也是 不曾想过就是要牵老婆的手 嘿 然后他说这个外遇对象 其实也给他一个就是 也是一个很 也是一个浪漫的一个 一个情感互动 那还有就是性关系 嗯 那这个外遇对象 其实也会去称赞他 嗯 让他觉得就是很有自信 而不是就是在家里 其实就是 就会被老 老婆念就是 你就只会工作 然后就是 家庭的事都不管 然后小孩子的事也不管 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会往外跑 这样子 嗯 所以是 这是第四 嗯 有点像是其实看起来 不过他们也没有金钱交易 对不对 没有 他们没有金钱交易 因为小吃部就是去那边唱歌 然后就投那个投币卡拉OK 这样 哦是那种的小吃部 对 我以为是那种还有越南什么 那种小吃部 没有 所以他们 好 所以太太不知 嗯 这个太太知道 是 那怎么对应他呢 嗯 嗯他说其实他太太没有太大的反应 然后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先生 其实他在家里也是强势的 蛤 哦 对所以其实 他 就是他太太其实不太会就是 因为他的外遇 就是他外遇 然后就是 会讲太多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会对他 嗯 就是会演就是不好的言语 哦 对 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样说 他们家有家暴吗 没有 哦 对 所以就没有家暴 太太的财务是依赖他的 自己没有独立 对 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如果是依赖他的话 他会担心这段关系 如果他想要离开 那就有可能 他就要去找工作 那找工作可不可以拿到 比较好的待遇 去养活自己的孩子 还有孩子的这个监护权 是 的争夺 他也要考虑 是 那他先生如果没有太多的财富 他有可能也分不到 对 比较漂亮的担扬 对 这个是没有很多钱 对 他就是一般的工作 所以太太想到这么多 我用他的角度 就觉得那还不如这样子 我还有一个供应金钱的来源 对 虽然你在外面 但是至少 我可以不用太多的运作 就可以得到你的供应 是 而且另外一个是 看似就是这个外遇 其实对他们原本的家庭生活 没有太大的改变跟影响 对 对 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或是往坏的方向走 所以也有可能这样子 所以其实大老婆 自己的叛大其实是可以接受跟容忍的 对 因为其实他就说我跟我的老婆 关机本来就不好了 对 再怎么怪就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他才觉得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 那这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吗 其实也是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 都这么短吗 对 但是两三年就结束了 对 那结束了这个的男性 还会再找下一个吗 还是就此中断 他是说他后来就没有再找下一位 对 对 其实这个东西有可能看起来不太像是故意去找什么样子的外语对象 对不对 或是机会来的关系 对 然后机会来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培养感情 然后抓住的那样子的一个机会 就往那个外语的方向走了 对 而不是说真的我想要外语 所以我就去找什么样的对象 不太像是我们的婚姻也就 我们的婚姻其实是这样子的吧 对不对 是特地去找 是的 我们的婚姻都是到那个年龄了 然后我刻意去找一个 然后我找到他对象 然后我来结婚的 所以那个目的性是很强 然后条件也非常的清楚的 可是这样看起来你刚刚的那些 他们其实上是水到渠成 对 慢慢慢慢的就这样形成的那样子的关系 对 很有趣的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种感情是稍纵即逝的 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讲 他们是要好好把握 对是 不然就是两三年了不起 十年二十年就没了 就没了 我讲另外一个层面 是的 我们从情感的 从情感的层面 因为它就会断掉 各种不同的原因断掉 因为它没有什么保障跟承诺 对 只是这一段的美丽 然后就留下一个回应 可是婚姻呢 它就变成是一种世俗的承诺跟责任 是的 虽然非常不好 一生都不好 但是就是停留 对 因为承诺的力量 那张纸其实不得不去看 它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 甚大 对 因为不是只有那张纸 而是因为其实还有包含着 这个婚姻本身 其实要跟很多人交代 我觉得那是交代 所以那个社会的压力跟那个 还有 当然还有小孩 还有您刚刚说的 家里的经济的那种状态 所以它会面对很多 因为法律 因为小孩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压力所带来 所以它会让那个婚姻很稳定 承诺会让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变得非常的稳定 所以在关系里头的品质 反而没有那张承诺来的重要 跟影响那么大 其实人生如果从另外一个性的价值观来说 你在人生命的品质 关系的品质 性生活的品质 其实都是应该是最核心的 而不是只有为了承诺而承诺 可是现在看起来是 大于所有的生活 跟亲密关系的品质 对 好啊很有趣 我们再还有两个故事 是的 每一会儿 只剩一个了 没有关系 这一个呢 我们到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感慨的 嗯 听听着温暖的声音 让我有整天好心情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94.3 你的好伙伴 94.3 高雄广播电台 AI 我是主持人林彦 我是主持人李寻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长期的世界 六个男人的故事 现在有一个男人还没说 嗯 林护理师就麻烦你了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护理师 那现在还有剩下的就是一位男性朋友 那刚才我 想要补充就是第五位男性朋友 他给我的一个回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回馈 那刚才主持人有说到说 婚姻的品质 我发现其实这六位男性 其实他有都有在追求婚姻的品质 因为他需要一个就是亲密关系 所以就是会有情感流动 我们会寻找 那刚才的是第五位 他说其实他结束掉外遇的 就是结束就是与外遇对象的一个关系之后 他回到他的家庭之后 他其实有在试着跟他的就是配偶 就是去为就是去建立一个就是很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亲密关系 那会去关心他的太太 然后会去帮他太太做家事 那甚至其实会帮小孩子洗衣服 或去打扫这样子 就承担起了一些家里的事情 是的 那他就会发现说其实他的太太 就是跟他的关系比较好 有比较好 然后后来就是他就是也会就是 跟他就是去寻求一个就是新关系 那他太太其实也很开心的答应 那他有说其实他因为这一段的外遇的一个经验之后 他发现说其实他也知道说就是他应该说他已经遗忘了就是他要如何去跟就是太太就是建立一个就是品质好的一个亲密关系 那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那个婚姻呢他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关系 那外遇是一个短暂的关系也是一个就是没有承诺的关系 他可能随时可能都会就是稍纵即逝 对是的 那他就说与其是这样的那我就把握住就是一个就是可以就是长时间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亲密关系不是会更好吧这样子 林护理师其实这也是因人而因 因为是他的太太愿意重新开始接纳他而且是开心的 可是呢有一些的女性一些的女性很不少他们只要先生有过外遇他知道了以后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的 而且那个恨意非常的深 这个恨的就一直记在心中 不管他先生做了什么妥协做了什么改变我经常会遇见 他们是把先生是推拒的 然后不让先生呢碰他 然后他自己把自己僵固在那个牢笼里面 他自己也没办法去找别的男性 但是他又不要离婚 因为他担心离婚就会让他的先生如愿以偿 自由了 所以呢他就后面的生涯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这个不开心呢他觉得把自己料进去他在所不惜 所以我觉得也是看人 如果女人都一直是记恨的 而没有做一些的改变或是一些的调整 其实另外一方有过认为背叛的行为想要回来 其实是回不来的 不见得是回得来的 这个还是算 这还是很幸运 比较好的一块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个案来讲 在某一些的 应该是说学理上就会认为 大家都认为外语不好 然后骂外语 可是呢也有一群的学者呢 就会看到了刚刚你说的这个 外语其实它有效果论 一个就是他会改变了自己 然后想要经营自己原来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我还是很想我要我的婚姻 要这个承诺 可是呢我没有力量了 可是这个浪漫的关系的力量呢 让我冲入了火水 我就带着火水在进到我自己的婚姻 死水 进到死水的婚姻 但是它的一个要件就是 这个死水里面关系的另外一个伴侣 是不可以知道的 它是隐藏的 就永远不知道的 那我就一直运作这种关系 把火水注入到那个死水里面去 然后就用我一身外面的火水 所以这个火水可能20年30年 或是它死后 那很长 那这个外语的对象呢 他也要有个准备 就是他永远不可能跟他进入到婚姻 是的 而且他只是要一个 应该是说外面的这个外力对象 要的是一个 它所谓的纯粹的爱情 就是没有条件 不一定要你要给我房子 你要给我婚姻 你要给我什么 只要在这二三十年当中 或是你过世之前 我拥有你的爱 其实是有这样子的 女性的 是有的 但是不多 不多 那有人遇到的话 他就很幸运 所以才会有一些的故事 其实是那个男主人过世了 结果又多了一个 穿了全身配衣服 来上里上的人 然后他哭得很伤心 也不是他们认识的人 那其实就是可能 这位过世的男主人 先前的外力对象 是 那个电影故事都不是演假的 所以真的是真的 都是我们世俗的故事去翻拍成电影 所以你那个是幸运的 是幸运的 她这个太太知道她外孕吗 这个太太她知道 但是还仍然可以接纳她的那个 所以算是不错的 是的 这个太太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 因为如果她想要这个婚姻 她就不能让这个婚姻待在原来的死亡的状态 她必须要让她变活了 那她也发现先生其实从这样的事件 一定他们两个做了什么 或说了什么 可能会让这个太太会觉得 其实我的先生不太一样了 所以她也愿意放下以前的成见 然后也愿意 本来英文叫做move on 就往前走 看看能不能两个人关系再变得更好一点 所以太太也可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是因为她看到她未来有希望 那她如果是待在她原来的那个状态 她未来就是看到头了 就是我可以知道我过去的十年 那未来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现在迎来了一个可能新的男人 虽然有可能会被听众朋友骂我们很可救 可是她如果可以有一个新的改变 不管这个改变是因为什么东西触发 而是因为她有一个新的改变 其实我的生命也会有所不同的希望了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我看到一个英国的 一个类似像那个一个英国的女人 女孩子她非常漂亮 然后但是问题她就说她为什么老是被人家劈腿 被她的男朋友劈腿 所以她就很想就跟你一样啊 她就去访问很多的男人 劈腿的男人 劈腿的男人 还有另外一个去买那个就是游购新娘的这一种男人 她访谈的 她们的心情 然后她就是因为访谈的外语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她说不少的男人告诉她说 你知道其实外语有稳定婚姻的功能吗 有稳定我原来婚姻的功能吗 她说她第一次听的时候以为你真的是 你在跟我说什么 就是一个混账 混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她访问的越多了之后 她其实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她回来改变了她的那个婚姻 用那个活水注入了以前原本的死水里面 所以反而是她改变了那个原来的婚姻关系 然后也看到了那个改变的那个好的东西的出现 这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也是说 并不一定所有的改变都会往好的方向 对 因为有的改变也真的会朝向坏的 有可能她原来的婚姻从此就会破裂了 就像还有刚刚主持人说的 有些女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这件事 因为她会想到说 跟我在旁边发生性关系的这个男生 原来上过别人的床 这个你知道她有画面的 是的 然后她都会有想象力的 对一个女人 尤其是我们对婚姻那种独占的 排她的这种看法 那简直就是互相刨斥的 对非常严重 那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段 我倒非常好奇 你身为一个研究的 就是你站在一个旁观的那个立场 看着你访谈的这些男人 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跟感想吗 看法跟感想 这些人一定有给你一些启发吗 是有启发 我的看法是 就是在婚姻里面 如果真的遇到了外遇的话 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就是女性其实是用一个非常仇恨的一个想法 跟心理状态就是去对她的这个丈夫 那其实她们 我相信其实她们会想要保留这个婚姻 其实还是希望在婚姻里面得到什么 那我是不是觉得 希望这些就是配偶能够就是 我觉得 去怎么讲 应该是说去面对自己的心理 就是我是不是还要这段婚姻 或者是我还要这个丈夫 或者是我还要这个家庭 还要这个亲密关系 那如果就是我这些都是我想要的话 就是自己可以就是慢慢的就是去 调整心态 就是去跟 试着跟丈夫就是做互动 然后就是去慢慢的就是改善就是这一层就是 呃不好的一个就是婚姻关系 因为毕竟这个婚姻她还是继续留着 那呃那女性呢她也是想要留着 那与其留着那就好好就是 嗯利用这样的关系就让自己快乐一点 就是不要就是一直陷入就是在 我被我是一个被人家被怕受害者 受害者一个心理 对这是这是我的看法 这也是我会想要研究这个外遇 就是我希望就是不管给男性 或者是给女性 就是可以知道说就是要如何去维持 或者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婚姻关系 其实应对的方法很重要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大陆的有趣的那个YouTube 嗯那个有趣的YouTube就是先生刚好在车子里面 跟他的小三在一起亲热 然后被太太知道了 太太就开了另外一台车来打 嗯然后就一直告诉先生说我跟你这么久 为你照顾你的父母我照顾你的孩子 你怎么冷心这样子对待我 你是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一直念一直念 现在被他念烦了很多人就开始围观了 先生就回了一句说你要不要自己造成 照照镜子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哇他就生气了他说什么样子 他就把衣服脱开只剩下一条内裤跟一个胸罩 嗯然后就站在那个车顶上说 你们大家评评理啊 看看我有没有比那个小三还要不如啊 嗯然后网友就在下面留了几个言语 我觉得很有趣 有一些网友就说哎呀这样子的对应就输了 好就说你疯狂的上去像疯火子 还有一个更多 哎呀我看到他的内裤是那个大妈的内裤 那也是输了 哈哈哈 你知道吗 除了心理上 情绪上的沟通跟投言 其实一个女人的外表的注重跟修饰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男性是视觉的动物嘛 对嗯 所以你除了谈心以外外表的维持 是我觉得也应该不能马夫啦 可是很多的女性一旦进入了家务 嗯开始带孩子 怕留长头发被孩子抓 就剪短头发也没关系 可是有些甚至是剪到像男生 像男生 然后衣服呢也就不再穿的比较 自己觉得是漂亮的衣服 嗯就开始是宽松是方便 嗯然后所有的包包都提的很大 因为要奶瓶 对 那样有妈妈包 还妈妈包 我只是里面没有奶跟尿布 我里面放电脑 所以她就会从以前一个浪漫 约会的形象画一下子 对 变很多欸 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改善的地方 好我们平衡一下 我也觉得男人应该自己也要注意 对不对 也应该要平衡一下 对那男人不要也因为就结了婚之后 就像刚刚说的就在那里打电动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对 然后瑋瑜肚出现 对不对 我就对男人来说也要注重 也要注重这一个 是的 昨天一则新闻啊 那个特斯拉的老板 欸对 Maz Mask 他就昨天去希腊度假 然后呢 他休闲一下子嗨起来 他就把他的上衣脱掉 然后大家才知道说 哇特斯拉的老板 原来他比那个旁边那个身材很美好的女人更吸睛 因为他是白白胖胖 对 一团肥肉啊 不过不要忘记哦 他可是世界上首富 最有钱的 对对对 所以所有的眼光看着他都不嫌他的身体丑 是是是 你就会看到所有人 开始眼睛改变了所有的观点 是的所以我其实上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不要在因为婚姻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就对很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 对 然后都把对方的付出更视为理所当然 是 然后在婚姻里面也觉得那一纸婚姻可以让两个人都待在那个婚姻里面 所以都不需要再努力了 对 所以你的那个你今天其实最让我最让我惊讶 其实是牵手两个字 对 有多少你访谈的这些人没有 连牵手这件事情都没有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好惊讶 是 不用惊讶 你走在大街上 都没有 根本没有什么人牵手 牵手都是刚刚在谈恋爱的年轻人才在 你是在说你的生命去你的生活经历吗 你看那个 我最近都一直在观察高雄啊 我一看到有人牵手我就开始打量他们的年龄 20多岁好都是大学生 你如果看到有中年去做牵手 我一定会放大我的眼光看 那老年牵手 慢慢的我有看到几个了 尤其是公园的时候 可是中年的夫妻牵手 没有 对 有老年我有注意 老年有 老年有 然后就是那个中间层不见了 年轻的 年老的 你怎么会知道那个老年一定是从年轻走到老 搞不好他们是最近才刚开始谈恋爱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那个中年的那一块 我没有看见 对真的 都是牵孩子的手 类似的确 要不然就是拉着那个 那个推车 对不对 现在推狗的 孩子稍微长大一点 三岁五岁六岁 是的 都是爸爸牵 妈妈牵 可是夫妻两个人没牵 所以牵手开始做起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 其实最重要的牵手 先牵手 先牵手 真的亲密关系好中好 先牵手 所以别忘了 听我们的节目你是会有改变的 回去之后马上牵起对方的手 听完节目 每个礼拜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 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彩虹奇的世界 拜拜 拜拜 拜拜